逢星期三晚九點半 數風流人物 橫抗金鷹 大家好,我是快別 花生蕩飯吃 我們最積極 你在聽的是HKPnut.com 你要活生生,就要聽花生 生活態度,就在這裡 HKPnut.com 大世界,像舞台 我也可暢遊異國 風景漢像至今心 為何在宇宙外獨行 花生有 愛出酒 出遊溝鬼頭 窮遊也蜂流 回到八月初第一集 《窮遊也蜂流》 今集我們找到波波上來 波波上次跟我們說了墨西哥 非常之受歡迎 很精彩 我們這次看看背景 相信不太多人可以猜到在哪裡 其實這裡我們又是說 我想算是第三、第四次 其實是四國的一份 這個叫做賴戶內海 而我們這次就想說賴戶內藝術節 阿波波 據說你自己去完這次藝術節之後 本身你有很多媒體平台 有一個ViuTV 有一個內容的節目 然後你就… 不是我的節目 剛好上去幾次 那你也是一個膽來的 是吧 那你又有些專欄 有些項目可以寫一下 但你每次 據聞你每次自戰去介紹賴戶內海 甚至乎 Specify 去講賴戶內藝術節 似乎那些編輯 還有那些 那些 他們都沒什麼興趣 因為他們覺得這個賴戶內藝術節是三年一次 三年一次 真的是盛世 其實已經是很出名 雖然是2010年才開始 他出名在日本國來說就很出名 日本本國 其實如果藝術愛好者 都會知道有這樣的藝術節 而且很多人都特意為了看藝術節而留來 但編輯似乎覺得要三年一次 聽眾或讀者看完 那一段時間都還沒去到 但其實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因為這些事情 他今次做完 很多藝術工作都會除掉 下次不會再有 反而是否這樣才更加應該去聽聽去過的人的感受 這正正就是突顯我們這個網台的存在價值 其實為什麼那些編輯也好 或者那些搞節目 就是主流媒體 都不會有興趣 因為其實他們都要受制於廣告 就是商業壓力 如果你說完這個地方 你沒有什麼reference value 你不是說立刻可以跳到別人的鋪引 就立刻去 你亦都很難找到一些 即是很簡單 現在你搞很聰明的廣告 你要找廣告回來 你都要想一下 你要找那個 我當是找旅行社才算 你可不可以即時找到一些旅行社 可以帶團帶你去這個藝術節 你三年之後才會去 那你三年之後再跟我說 但三年之後又不同了 而且三年之後你又未必出發的切 其實我現在2016年去的 現在都2017年年中 其實來年多就會發生 你知道日本那些住宿很緊張 幾個月前要訂好 其實準備得來都合適 差不多了 其實都可以的 其實為什麼你會去這個 這個賴戶內藝術節 你自己本身都是很愛好這些藝術作品 還是純粹是一個偶然的機會 聽到覺得很有趣才去呢 其實有幾個原因 第一就是我很喜歡看藝術節 我每一處都會去藝術館 或者我會特意為了一些藝術作品 而飛去一個地方 所以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原因 其實在第二屆賴活樂藝術節的時候 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就因為我的原因 有一些聯繫 就去了其中一個藝術品裡面 表演了音樂 當年我沒有跟他一起過去 後來去年年初 他就過世了 他就勉懷他 所以就去了 2016年的時候 我就覺得 我很想去他表演過的地方 去看看他曾經演出的地方是怎樣的 即是你有些追思而味 是的 所以我當時就特意 都計劃了一段時間 因為其實這個藝術節是有分春夏秋的 即是差不多全年這樣做 差不多 但是冬天太冷就不會了 他就春天秋天和夏天 但他會有些島是季節限定的 即是這個藝術節是橫跨不同的島 是的 有些是秋季限定的 例如我今次是秋天去的 本島、高建島和宿島這三個島都是秋天才有的 有一個沙尼島是春季會期才有的 不如我們先看看地圖 難怪你這個文章裡面有寫春夏秋冬的 現在我們看看地圖 我每次聽賴戶都通常聽賴戶大橋 我們再看看 其實也是四國 我們又回到四國 但是我們四國第一次聽日恆說 他就說明門大橋這一部分 即是淡路島去神戶這一條線 第二次就是Eddie Sir 廣明卿就跟我們說了德島縣、鄉村縣、愛媛縣都有說的 他也有說這裏 他也有說這四萬十丁 跟著我們第三次 第三次是阿龍說的 阿龍才厲害 阿龍就學那些 他那個騙路 他走一個騙路88 圍著這個四國島 大家聽回那一集 是我們其中一集 是最多人聽的一集 他學日本的佛真 走一條苦路 圍著整個島走的 但是他沒有圍了 走一半 這次呢 其實為什麼我們講這麼多集呢 因為其實我們都講過了 四國你不要看他 好像佔整個日本這麼小的一塊 但是其實他 如果你相對於台灣來說 他又不知道他是台灣的幾倍 再講 其實我們又講一下這個 我們今集講的賴戶 我們好像迷失了 其實是這裡來的 賴戶內海 賴戶內海 我記得現在對著賴戶內海 就叫做高松市 好像是現在香港已經有一些 直航去高松 HKExpress都在做這些優惠 不是賣廣告 我們是有那句廣告 令到大家容易掌握到 運機票 像波波你這樣說 一年裏面 超過一半的時間 都在舉行賴戶內藝術節 大家可以有很大的彈性 自己去找一些便宜的機票 看對 訂對才去 我認識人是為了看完所有藝術品 是春夏秋都有去的 用不用啊 你是不是認識那個之前 說錄卡錄了20萬 不是 就是為了去日本 錄卡錄了20萬 就是為了只去日本 一年去20至日本 唉呀 曹總 你說真的嗎 你有沒有看新聞 我沒有看新聞 錄卡錄了20萬 我平時的資訊都會有 整家人去 真是搞破產 我想沒那麼誇張 沒那麼誇張 而且是有些日本人會這樣 即是會不停去 即是不同季節會去 因為是城市 沒錯 你每一個季節 它的主題都不同 等於我們香港的博物館 即是換季都會有不同的主題 其實這個 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其實都可以去 有個心理準備 即是三年一次 其實很快 是啊 即是去高松市 有直行 波波你今次也是這樣 以高松市為一個支點 沒錯 還有一個基地 還有一個基地 日日出海 其實高松市 算是最方便去不同的島 但也有去不好的地方 譬如有一個叫犬島的地方 有很多梅島製作的作品 但它是必須要經過直島或封島轉船過去 直島和封島 那是梅島嗎 梅島製作的島叫犬島 犬即是狗 狗仔的犬 我們先看看另一個地圖 這個就是官方的地圖 很難看 不懂怎樣 藍色是有綠地的地方 這個就是QK 這個就是賴湖內藝術節的一個官方地圖 很難看 但又很奇怪 白色的地方 是海 這個藍色的地方 才是那些島 完全瘋了 所以大家看的時候 要這樣去看 有些島 可能大家準備的時候 要多看船期和船的航線 去選擇你在哪裏過夜 如果你很想去犬島 你就一定要設計到 一天在封島或直島那些地方過夜 才有機會去得到 但那裏的民宿是很緊張 所以就要提早很多去計劃 可以上網預約嗎 可以 但其實你的意思是民宿 可以的 但很多人都要認識日文 但我們可不可以 學一些強國人 去拿一個帳篷去網路營 可以不可以 我猜就不可以 因為日本其實都頗嚴重 那些東西有規有舉 而且應該不是適合 即是沒有攝影機 我不是很肯定 但我沒有聽過人用這種方法 通常都是要住民宿的 還有大家要有心理準備 玩這個藝會藍藝術節 其實要做很多功課 每一天 譬如你今天去完一個島 你晚上回去不是休息 你是要立即準備明天的島 乘哪一艘船進去 怎樣玩 因為很多廟宿都要拿醜 你要上網預約很多東西 先拿醜 然後連吃飯都要拿醜 可能要拿醜 之後再看藝術品 之後又回去吃 要不然飯都沒得吃 這麼嚴謹的 所以其實是需要用很多精神和體力 因為你也要走很多路 或者踩很多單車 你有沒有數過其實橫跨多少個島 我自己 因為七年前已經去過荔荔海 那時候還沒有藝術節 那時候我去了直島 所以這次我沒有去最多人的直島 我去了小豆島 封島 藍木島 女木島 大島 本島 高建島 宿島 伊豆島 我應該去了九個島 如果我沒有記錯 整體加起來就是三個星期 不是 藝術節我去了大概一個星期 一個星期 但整個日本的旅程 去了三個星期 很趕 其實很辛苦 很累 每一天真的很累 搞得很晚才睡 很早就要起床 因為你要趕第一班船進去 所以是很辛苦的 嘩 真厲害 你去這個藝術節 你所花的時間 分分鐘是等於 去羅浮宮也沒那麼大問題 是啊 因為不用準備那麼多東西 對嘛 又要交通吃飯 等等 是 其實你去年去 其實你預期是 它的主題是什麼 你預期看到什麼 其實整個藝術節 為什麼會有這件事發生 就是因為 其實這些島 以前都是一些工業很重要的島 上面住很多人 都是工業的工人 後來因為九十年代 日本經濟爆破 然後工業就開始抹落 這些島 就開始年輕人 不會留在那裡 會出大城市 那些老人家 就是人口老化 一直在那些島 慢慢就好像被人遺忘了 然後他們就打算用藝術 去重新認識這個地方的歷史 以及關注這些小島 所以每一年的主題都會緊構這些東西 而2016年今次的主題就是海洋復權 哦 海洋復權 很帥 而且他很高要求 他會對那些藝術家 會有 他會要求他們 要跟這個島的歷史 或者文化 或者島的回憶 這些類型的東西 或者跟島的村民一起去做藝術品出來 不可以是我想表達我的東西 然後就放在島上 不是這樣 一定要是緊構到的主題 亦都要有一個叫做本土意義 對 沒錯 你說那個 因為他自己本身也是因為老化了 他自己本身在這些不同的島裏 他自己都會有一個固定的展館 是介紹他自己本土的歷史 一定會有 有些很小型的 通常是一些已經不再用的廠 其實在這些島 他們在藝術發生之前 他們已經開始放了一些很世界級的藝術館 去吸引人們去 所以七年前我去過直島 就是因為這樣 又有安恒忠雄的一些很重要的作品 封到美術館 就完全是世界級的 絕對 所以就算沒有這個藝術節 有很多藝術愛好者已經會去這些島 那不是說一定要等三年 對 其實不一定 去很多都是長期 例如我剛才說 我朋友表演過音樂的地方 是2010年的作品 如果我沒有記錯 那個藝術品是2010年 其實到現在還是在那裏 就變成常駐的藝術品 所以其實如果有些人不想逼人 不想逼很多東西逼的時候 其實你們都可以現在去 總共有很多東西看 那你去的時候 在藝術節去的時候 就好像你這樣說 真的有很多人跟你一起 一起搭船那些 但你一去到島 其實那些人又會分散 因為那些島很大的 但在船上是很緊張的 還有去逼這個醜的時候 所有醜都是很緊張的 很緊張的 全部都要拿醜 吃飯都要拿醜 對 吃飯都要拿醜 很多次吃不到飯 就是要自己帶點食物進去吃 因為你也沒有時間 全天你要想一個島 其實大不大 小不小 有很多是要踩單車的 我是上車上不了那些 上車又要推 只是下車才可以用到單車 所以其實你要用很多時間 我就這樣很概括地拿一下照片 他自己在官網裡的照片 我發覺就是 他不僅僅說有那些很古舊的民居 當然古舊的民居 其實那些古鎮 你有時回到大陸見到那些古鎮的感覺 你在這些不同的島裡面真的很多 尤其是石砌的專場和民居 而且他不僅僅說藝術館 好像有些表演 藝術節我覺得其中一個最特別的 是他有很多表演 而且他也在春夏秋有不同的行程 甚至有一個叫神出鬼沒船 因為他太神出鬼沒 我就坐不正 但是神出鬼沒船 是一個表演音樂的一隊樂隊在上面 他就會是神出鬼沒 其實他也有一個行程 但也會公佈 告訴你在哪個島附近 但他們會突然出現 然後就演奏 有很多不同的藝術節在裡面 所以我覺得是絕對值得期待 以及值得計劃去看的東西 其實我們現在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開闊的就講到這裡 我們稍後回來 你想選哪個島去講呢 不如跟回我去的次序 不如由雨夜港開始講起 雨夜港 我們稍後回來 好 其實雨夜港 生活態度就在這裡 HKPenut.com